书名 属灵人 中策卷6 随从灵而行尼拓生 第一章灵城的危机 随从灵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可说没有一件事比天天随从灵而行事更要紧的 这个要保守信徒长久属灵 这个要保守信徒脱离肉体的势力 这个要保守信徒时常遵行神的旨意 这个要保守信徒不受撒旦的侵略 我们知道了灵的功用之后 最紧要的就是立即随之而行 这是时时刻刻的事 不可稍微放松的 我们今日所最当小心的 就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教训 而不受圣灵的引导 许多的信徒已经失败了 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此 受教训是不够的 必须受引导 我们必须不以属灵的知识为满意 必须宝贵随从灵而行 我们常听人说到十字架的道路 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 没有别的 就是随从灵而行而已 因为随从灵而行 需要将自己意思 喜好 和思想 都交于死地 只随从灵的直觉和启示 需要我们天天被十字架 大概所有属灵的信徒 总知道一点关乎灵功用的是 如我们上文所说的 不过他们所知道的并不长久 有时有这样的经历巴了 这是因为他们还未清楚明白灵的一切的功能和定律 所以 就不知道如何长久随之而行 当他听见这样真理时 他们有时经历证明这真理是真的 所惜的 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不间断的经历而已 如果他们直觉有了充分的长大 他们就很可以时常随着灵而行 不再受外界的影响了 注意 凡在灵之外的 都是外界 许多的信徒 因为不知道灵的定律的缘故 就以为这样的随从灵而行的生命 乃是摇移不定 没有标准 难以实行的生命 多少信徒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 只随着圣灵在灵里的引导 但因他们不知道直觉的引导 到底是可靠与否 因之就失了坦然尽前的心了 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习知道直觉的意思 他们并不知道直觉所有的感觉 到底是有什么意思 到底是要他行动 或者停止 他们也不知道灵所应当有的情形 以至他们不能得着灵继续地引导 在许多的时候 他们没有保守灵在正当的光景中 以至灵失去他工作的能力 他们虽然有时得着直觉的启示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在这时有了启示 在别的时候 他竭力去求启示 却得不着 他们也不知道其中是有什么缘故 这自然是因有时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 却按着灵的律法而行 所以 他们就得着灵的启示 在别的时候 他们虽然求 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着灵的律法而求 所以 他们就得不着 他们如果能时常照着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 那样的随着灵的律法而行 他们就可以时常得着灵的引导了 但是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 这样看来 就我们如果要时常得着灵的启示 知道神的旨意 而行神所喜悦的是 我们就不能不明白灵的定律是什么 灵所有的感觉都是有意思的 我们必须学习知道这意思 才会按着灵的要求而行动 才会长久随从灵而行 要随从灵而行 明白灵的律法是不可少的 许多的信徒已有时圣灵在他灵中的工作 算为一生经历中之最奇妙的 他们并不盼望天天都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信徒一生中几次特别可有的疤了 他们如果按着灵的律法而随从灵而行 他们就要看见他们的生命都是那样高的 他们以为属灵的经历乃是非常的 不是平时所可长久保守的 岂知这样属灵的经历 乃是信徒当天天有的平常经历 离了这地位 而活在黑暗里 才真是非常的经历啊 有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得了一种什么思想一般 我们如果会分别的话 我们或者要见的这思想是出自我们的灵的 有的思想乃是出自我们的魂的 有的思想在灵里面焚烧着 有的不过是在魂里面急切而已 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这些 如果经过考察 信徒能够很容易地分别属灵的和属魂的 因此 无论在什么时候 信徒都必须明白他自己全人的各部分到底是如何进行 思想时 就当知道这思想的来源 感觉时 就当知道这感觉是发自何方 工作时 就当知道到底是用什么力量 这样 才会知道什么是从灵来的 而跟从他 这样才会保守我们不随着什么感觉而做事 这样 就叫我们知道所有灵到我们身上的 到底是属灵的 或者是属魂的 我们知道魂就是我们的自觉 因此有许多的自省和自觉 乃是完全属魂的 是最有害的 因为这一种的自省和自觉 使信徒时常迎念自己而不是 因而己的生命 遂因之而长大 自高自大 多是从这一种的自觉而来的 但是 同时却有一种的自息 乃是灵程上所不可少的知识 因为唯独如此 信徒才能知道他自己到底是在那里 到底是随着什么而行 有害的自觉 就是那些迎念自己的灯灶或失败 以致起了自诩或自哪的思想 有意的自息 就是那些只查自己的思想 感觉 和喜好的来源的思想 神要我们脱离自觉 但是他的意思 并非要我们活在世上如同没有头脑一般 过度的自觉 应当除去 但是 同时我们也当借着圣灵 知道我们自己内部一切进行的情形 所以用心查看自己的活动是不可少的 许多的信徒 虽然是已经重生了 但是 他们始终好像都是觉得没有灵 其实并非他没有灵 乃是他不觉得而已 或者他也有灵的知觉 不过他不知道那样的感觉 就是灵所发出来的而已 每一个真实重生的信徒 他所靠着而活的真实生命 就是他灵的生命 他如果肯受教 他就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他灵的知觉 一件事是定规的 魂是会受外界的影响 而灵是不会的 比如魂看了美丽的景物 寂静的天然 悠扬的音乐 和许多别的属乎外界的事物 他就会历时受了感动 发出一种情感的作用来 灵就不然 如果信徒的灵已经充满了圣灵的力量 他就是离魂独立的 不必像魂那样的受了外界的影响 才会活动 他是会靠着自己活动的 因此灵是会在任何的景况里活动的 所以 信徒如果真是属灵的 就不管他自己的魂有无感觉 或者体有无力量 他总是可以依旧活动的 因为他是靠着时常活动的灵而活 自然 按着实际而言 魂的感觉 和灵的直觉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 有的时候 魂的感觉却有许多的地方和直觉是一样的 他们俩在有的时候 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叫信徒很难以分别 虽然这样的时候 并非常有的 然而 总算是有的 在此二者之间 好像真是难以融发 信徒如果急切行动 在这样的时候 也难免有不受期的 然而 他如果忍耐等候 一再试验这感觉的来源 圣灵在合宜的时候 也必以真情相告 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 急切是不可的 属魂的信徒 大概都是有所偏向的 照着普通而言 信徒多是若非偏向情感 就是偏向理性 当这样的信徒属灵时 他们若要随从灵而行 他们就常有陷入他们从前偏向的对方的危险 这意思就是属情感的信徒 在这个时候 就要以自己冷静的理性 作为是灵的引导 他自知从前的热切的生活 乃是属魂的 所以 他就误会以为现今自己的理性乃是属灵的了 属理性的信徒 在这个时候 就也要以自己热切的情感 作为灵的引导 他也自知从前的冷静生活乃是属魂的 所以 他也就以现今自己的情感 乃是属灵的了 岂知他们俩不过对调地位 依然是一毫不差的属魂 所以 我们必须记得灵的功能 随从灵的引导 换一句话说 就是随从直觉而行 因为无论是属灵的知识 交通 和良心 都是借着直觉而得的 圣灵就是借着这直觉引导信徒的 因此 信徒并不要自己设想什么是属灵的 只要他跟从直觉而行便可 我们若要听从圣灵 就必须在直觉上知道他的意思 有人拼命似的来寻求圣灵的恩赐 许多的时候 这样的寻求 不过是寻求喜乐 还有我这一字在背后 并且他们常以为如果会在感觉上觉得圣灵的下降 如果会有外来的能力掌管他的身体 如果从头至脚有一种的暖火烧过 他们就是得着圣灵的尽力了 不错 圣灵也有使人在感觉上觉得他 但是 这样的凭着情感来寻求他 乃是一种大害 不特会激动自己魂的生命 并且会引起撒旦的假冒 在神面前有价值的 并不是我们的情感如何觉得主的同在 或者觉得如何的爱主 乃是我们如何在直觉上随着圣灵而行 照着他在灵中所启示我们的而活着 多少的时候 我们看见得着这一种圣灵尽力的人 他仍然不过是顺着天然的生命而活 并没有随从灵而行 也没有一种锐利的直觉 会解剖属灵的世界 不是情感 乃是直觉上的与主交通 才是有价值的 当我们读过圣经里所记载灵的作用之后 我们知道灵是会热切向情感的 也会冷静向理性的 但是 在主里有经历的人 就知道出乎灵的和出乎魂的如何的不同 信徒如果不求在直觉上真认识神 而随着这直觉而行 徒求在心思里推想 或者更长的 要求在感觉上觉得圣灵的感动 他就还是随着肉体而行 要叫自己的灵命陷入无生气的地位 我们看保罗的行为 就可以更明白这个随从灵直觉而行的紧要 他说 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肉体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 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独往亚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瑟 加11617 我们从前已经看见了 启示是在灵里的事 就是当使徒约翰受启示 写启示录的时候 他也是在灵里受启示 启一时 圣经是合一的做见证 启示是在信徒的灵里的 使徒告诉我们说 他当日受了灵里的启示 认识了主耶稣 知道神差他往外帮人那里去 他就是随着这灵里的引导而行 他并没有与属肉体的商量 他不必再听人的意见 人的思想 人的理论 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 见一般属灵的先进 看他们对这件事如何说法 他就是一直随着灵的引导 他既然在直觉里接受了神的启示 明白了神的旨意 他就不再求另外的证据了 在他看来 灵里的启示是已经够引导他了 在当日传主耶稣 在外邦人中乃是创举 如果是照着人的魂而行的话 就应集思广义 多征求几个人的意见 特别是那些先有传道经历的人 但是 保罗只随从灵而行 并不顾及人最属灵的使徒们 所要说的了 这样看来 我们所当跟从的 并非什么属灵人的言语 乃是主自己在我们灵中的 直接引导 这样 就属灵长者的话语 都没有用处吗 不 还是大有用处的 他们的提醒 他们的教训 还是最有帮助的 不过 我们还应当慎思明辨 看他所说的 是否出乎神 我们自己还得在灵中受主亲自的教训 总之 当我们不敢证实我们所受的感动 到底是否真正灵中启示时 在主里深有经历者的教训 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已经的确知道 是神如此的启示 像保罗当日的经历一般 就今日如果上游使徒 我们也是不必问他们的 当我们读过上下文之后 我们看见使徒在这里 更是注重他所传的福音 乃是从启示而来 并非什么别的使徒传授的 这是一个要紧的点 我们所传的福音 不能因着听什么人 读什么书 或者用思想查考而得 我们的福音 如果不是神所启示的 就丝毫没有属灵用处 现今少年信徒所注重的 就是从师 属灵的前辈所注重的 就是以正确的信仰传给后代 岂知这些是没有属灵价值的 我们所相信 所传扬的 如果不是从启示来的 我们所有的 就全等于灵 信徒可以从别人的心思里 得到不少美妙的思想 但是 他可以在他的灵中 依然是贫穷 虚空的 自然 我们并不是盼望去的 什么新的福音 我们也不是轻看神别的 仆人的讲说 圣经明说 我们不应当轻看先知讲道 但是 同时我们应当知道 启示是绝对不可少的 没有启示 就以前所讲的 全是虚空 我们必须在灵中的 着神将他的真理启示 我们所传的 才有属灵的效果 不然 从人那里批发来许多 究竟是没用处的 这灵中的启示 对于基督 每一个工人的身上 应当站立在最大的地位 这是每一个工人的 首要资格 唯有如此 才会做灵工 才会随从灵而行 今日倚靠智力 思想而做工的人太多了 就是在信仰最纯正的信徒中间 恐怕不过是心思的接受真理 这些都是死的 让我们自问 我们所传扬的 是不是从神启示的呢 或者从人得来的呢 撒旦的攻击 我们的灵既是如此的紧要 圣灵与圣徒交通的机关 就难怪撒旦最不喜欢信徒明白灵的功用 而随着灵而行 他所有目的 就是要信徒活在魂中而消灭灵 他会叫信徒的身体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感觉 心思充满了各种流荡的思想 他就是借这些感觉和思想 来混乱信徒灵的知觉 叫信徒在纷乱的光景中 不能分别到底什么是从灵来的 什么是从魂来的 他知道信徒如果要得胜 就不能不读他灵中的知觉 可怜 许多的信徒还不知道这个 他就竭权力来攻击信徒的灵 因此 让我们再说一次 就是在这样属灵的征战中 信徒必须绝对不按着自己的感觉 和忽然的思想而行动 千万不要以为事情已经祷告过 就是不会错的了 许多的信徒以为他们祷告时 所有的思想 都是神赐给他的 这是一个错误 他们好像以为祷告会叫他们所做的事变为不错 他们以为经过祷告的事 就算做得不错的 岂知我们虽然寻求神的旨意了 这并不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 并且心思并非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地方 神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指教我们的 撒旦不只用感觉和思想叫信徒靠着魂而活 而不随着灵而行 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他如果成功使信徒因着思想或感觉而活在外面的人里 他就更进一步来假作一个灵在信徒的里面 这个是借着他在信徒里面先得着一个地位 然后就造出许多的感觉来 如果信徒没有弃绝这些感觉 这些感觉就可以在信徒里面站住了 不久他们就能胜过灵的作用 或者制止灵的知觉 如果信徒不知道仇敌的计策 他就要让他灵的作用停止 而随从这假冒的感觉 以为他还是随从灵而行 这个灵的知觉一停止 撒旦就要更进一步的来欺骗信徒 使他以为神现在要借他更新的心思来引导他 这样就暗暗地盖过人不用自己的灵的过失 和撒旦自己的工作 灵这样一停止工作 就没有人与圣灵同工 自然一切从神来的都断绝了 信徒这样的随从假灵的知觉 和忽然的思想 就完全随着体和魂而行了 真实属灵的生活就没有了 信徒如果不查 撒旦就要更厉害地攻击信徒 此时 他会叫信徒在感觉上丝毫不觉得神的同在 而告诉他这是借着信心而活 所以不需感觉 或者叫信徒无端觉得痛苦 而告诉他 这是在灵里的与基督一同受苦 在这样的光景中 撒旦就是利用这假冒的灵 来欺骗信徒 叫他在实际上遵行他的意思 这样的经历乃是属灵 而又不观察信徒所有的 属灵的信徒 必须有属灵的知识 好叫他一切行为举动按着属灵 理性而行 好叫他不因一时的情感作用 就有所作为 也不因受了刺激 或心思中有了什么忽然的思想 就去做什么 他应当不慌忙 也不急促 他所有的作为 总应当经过属灵眼光的考察 和灵里面直觉的知识 以为是出自神的 才可举动 没有事情可以因着刺激 感觉和忽然的思想而做的 都当事先安静的 冷静的考虑过 权衡过 然后才定行之 在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中 最要紧的一部分工作 就是考察试验 在灵命生活里 信徒不能糊糊涂涂地过日子 乃要将每一件 临到他身上的 无论是思想 是感觉 是快乐 是幽闷 等等 详细谨慎地考察过 到底是从那里来的 神 撒旦 或是自己 信徒素性都是爱随便 无论他一天所遇见的是什么 总是随遇而安 以至在许多的时候 竟然接受了仇敌 为他们所安排的 他们并不试验 但圣经的命令 是要凡事查验 铁前五二十一 属灵信徒的能力和特点 就是在此 他乃是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临前二十三 解释 在原文意思是 比较 试验 和看 断案 这是属灵信徒 所能有的能力 圣灵要叫他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在他的生活上 他不应当不试验 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事 不然 就在邪灵多方欺骗的生活中 实事很难以过日子的 撒旦的控告 在信徒专心随从灵直觉引导而行中 撒旦还有一种的攻击 就是假冒信徒的良心 而来控告信徒 信徒因为要保守自己的良心无亏 所以 愿意受良心的责备 而除去良心所定罪的一切 但是仇敌就是在此利用信徒的欲望 而控告信徒 叫信徒误会以为这是他自己良心的责备 因而叫信徒时常失去平安 疲于奔命 没有坦然无惧的心已尽前 属灵的信徒必须知道 撒旦不只是在神前控告我们的 并且也常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的 他这样的控告是要扰乱信徒 叫信徒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应当受他们的刑罚 他知道信徒必须有坦然无惧的心 才会在灵程上进步 所以他借着他假冒良心的控告 使信徒自以为有罪 因而使之失去与神的交通 但是信徒的难处 就是不知如何分别邪灵的控告 和良心的责备 在许多的时候 他恐怕他错认了良心的责备 以为是邪灵控告 以致违背了神 但是他若不理这里面的声音 就又越来越厉害 没有法子制止 因此属灵的信徒 不特应当有愿意顺服良心责备的心 并且知道如何分别邪灵的控告 邪灵的控告 有的是真的信徒有罪 有的不过是邪灵 要使信徒觉得有罪 其实信徒是没有罪的 如果信徒真是有罪 信徒就可以立即认罪神前 求保学洗净 约119 如果上有控告的声音 就是邪灵的声音了 信徒如果要知道 什么时候他自己真是错了 而受良心的责备 什么时候没有错 但不过是邪灵的控告 他就应当自问有无恨罪的诚心 最要紧的 就是当还没有分别是良心 是邪灵之前 先问自己 如果这事真是错了 我愿否除去 愿否认罪 如果我们真是愿意 遵行神的旨意 恨物罪恶 就虽然我们还未照着 控告的声音而行 我们的心也可坦然 因为我并非存心违反神 既立定志向要行神旨之后 信徒就必须切实查考过 这件事到底是否他所做的 他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 并断定说 这事是他做的 因为在许多的时候 邪灵是将不相干的事来控告 如果这事是信徒做的 信徒就应当查考 这事是否真是错误 他必须借着圣经的教训 和直觉的引导 知道自己真是错了 才可向神认罪 不然 你虽然没有犯罪 撒旦却要叫你 受苦 好像你真犯罪一般 邪灵是最会将各种的感觉给人的 他会叫人觉得快乐 也会叫人觉得忧愁 他会叫人觉得不错 也会叫人觉得甚错 信徒也应当知道 当他觉得不错 他不一定就真的不错 因为许多的时候 我们虽然觉得不错 但是 我们实在是错了 因此 当他觉得错时 他不一定是错的 也许不过他如此觉得而已 他实是不错的 所以 无论信徒觉得怎样 信徒总须的确证实他自己实是这样 才可定归自己是犯罪与否 对于一切的控告 信徒都当取中立的态度 他必须知道这种控告的来源之后 才可行动 他如果尚不知道他是受了圣灵的责问 或者邪灵的控告 他就应当安心等候证实 不必着急 因为如果是出自圣灵的 他诚心愿意除去 现在的迟言 并非他自己的反抗 乃是因不知的缘故 信徒应当绝对的拒绝 因受了一种外来强迫的力量 而向人认罪 因为仇敌常有如此的行为 总之 真正圣灵的使我们自责 乃是要我们圣洁 而撒旦的目的 不过就是为着控告 他的控告 不过要使信徒 时常自己控告而已 他的目的 就是要使信徒受苦 此外没有别的了 不过 如果属灵的信徒 起初接受了他的控告 就将来他也可以将假平安赐给信徒 叫他当失败时也不难过 这是害之最大者 良心的责备 任罪求保穴洗净之后 就没有事了 但是仇敌的控告 就是信徒除去他所控告的了 这控告的声音 还是不止 良心的责备 都是指引我们向保穴而去 但是 邪灵的控告 多是使信徒灰心 以为已经无可救药了 撒旦的目的是要借着控告 使信徒堕落既是不能完全 就任凭他吧 有的 撒旦的控告是加在良心责备之上的 罪真是有的 但是 不止良心责备 邪灵也从之而控告 所以 就是信徒遵行圣灵的意思 而这声音还是不止的 现今最要紧的 就是信徒对罪有完全的决决心 不留地位给邪灵控告 此外 在学习如何分别圣灵的责备 和邪灵的控告 并知道什么时候 只单是邪灵的控告 什么时候 有良心的责备也有邪灵的控告 其实 无论何罪 如果真是罪 一经拒绝 求保学洗净 圣灵就不再责备了 还有危险 在信徒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中 除了撒旦的假冒 和种种的攻击之外 还有别的危险 是属灵信徒所应当知道的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魂 也有因着自己的缘故 并无邪灵假冒 就发出一种感觉来 以为我们应当举动 信徒必须知道 他的身体有感觉 他的魂有感觉 他的灵也有感觉 并不是所有的感觉都是出自灵的 所以最紧要就是不要以魂或体的感觉 当作灵的直觉 信徒在他的经历上 必须逐日学习 什么是他的真直觉 什么不是 最容易的 就是信徒明白 随从直觉的要紧 到了末后 忘记了除了灵之外 全人其他的部分 还是有感觉的 因而错误 实在属灵的生活 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之难 乃是很简单的 但是也非如一般人所设想之意 因为其中也有很复杂的地方 在这里有两个难处 一 我们误以别的感觉当作灵的直觉 二 我们误会了直觉的意思 这样的难处 是我们每日所常遇见的 因此 圣经的教训 不是忽然翻得的圣经节 是非当的紧要 要证明我们所受的感动 是从圣灵来的 和我们所要做的事 也是出乎圣灵的 我们就应当看到底 这件事和圣经的教训 是否一致 因为断没有从前圣灵感动 写圣经的先知是一个样子 现今感动我们 又是一个样子 断没有圣灵从前告诉人 说是不应当的 今日又告诉我们说是应当的 我们灵中的直觉 必须有圣经的教训 来证实才可以 单随从直觉 而不随从圣经的 必定错误 我们灵中所感觉的圣灵启示 与圣灵在圣经里的启示 必是完全相合的 我们的肉体 乃是到处施展它的能力的 所以就是在我们遵守 圣经教训的时候 我们还应当小心肉体的侵入 我们知道圣经 是完全启示圣灵的意思的 这样 就我们若完全遵守圣经 好像必定是合乎圣灵的意思了 但是是却不尽然 因为在许多的时候 信徒可以利用自己天然的脑力 搜求许多圣经的道理 明白了之后 就定义做去 在这样的光景中 常有借肉体的力量来明白 并及肉体的力量来执行的危险 虽然所明白的 所行为的 是完全合圣经的 但是 其中可以丝毫没有倚靠圣灵 所有的 不过都是在肉体范围之内而已 所以 不止我们在灵中所知道的圣灵意思 应当经圣经的证实 就是我们所明白的圣经 也应当经灵的执行 我们应当知道 就是在遵守圣经的事上 肉体也是喜欢战先的 灵不只有直觉而已 灵也是有能力的 我们在心思里所明白的道理 若非灵出力量来执行 就什么属灵的用处都没有 在这里还有一件 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 我们太借着自己的灵而活 太随着自己的灵而行 也是一个大危险 圣经虽然是最注重信徒个人的灵的 但是 同时我们却有屈辱极端的危险 因为信徒的灵 所以能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乃是因为圣灵是住在这灵中 我们所以随从灵而活而行的缘故 是因为这灵是圣灵的居所 圣灵是借着我们的灵表明它的意思 我们所受的引导和管制 乃是圣灵的引导和管制 不过因为圣灵是以我们的灵为机关 所以 我们因着重看圣灵的缘故 便也连带重看它能以使用的机关 就是灵 但是 我们的危险 就是明白人灵的工作和功用之后 却全心来依靠灵而忘记了灵 不过是圣灵的仆役 我们所直接仰望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者 不是我们的灵 乃是圣灵 我们应当知道人灵离了圣灵 和人别的部分是一样的没有用处 我们千万不要颠倒了人灵和圣灵的地位 我们是因为现今的信徒太不明白人灵的功用 所以才详细的在此来说它 但这并不是说 圣灵在人里面的地位是不及人灵的 我们明白人灵的目的 就是要叫我们更知道如何顺服圣灵 如何高举圣灵 这个对于我们的受引导是大有关系的 因为圣灵的赐下来 原来的意思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全体的 它住在单个信徒的里面 乃是因为它 圣灵 是住在基督的身体的 全体里面 也是因为信徒是那身体的一只 圣灵的工作是有团体的性质的 临前十二十二 它引导个人 因为它引导全体 它所引导个人的道路 乃是为着全体才如此引导的 一个肢体要活动 乃是牵动全身体的 我们个人的灵所受的圣灵引导 必定是与别肢体有连带关系的 属灵的引导 都是身体的引导 因此我们个人的灵 虽然有了引导 我们还得寻求两三个肢体的灵的 和合 正时和同情 这样的在身体的关系里行动 是属灵的工作上所最不可忽视的 多少的失败 纷争 仇恨 分裂 羞辱 和苦痛 都是因为那些 心存好意的信徒 随着他自己的灵而单独行动 所以一切随从灵而行的信徒 都应当以属灵身体的关系 来定准他所受的引导 是否出自圣灵 我们应当在工作上 行为上 信仰上 教训上 受肢体关系的支配 使徒保罗莫次上耶路撒冷 就是陷入这个错误 神允许他最好的使徒错误了 来指教我们后人 自然在保罗的错误里 神却特别施恩 将他盖过 因为就是他这么一错 他才得在罗马做见证 才有功夫写许多的书信 那是 保罗以为自己的灵被捆绑 图20 22 应当上去 但是 圣经说 圣灵感动推罗的门徒们对保罗说 不要上去 图214 虽然我们知道了 神怎样 施特恩盖过使徒这一次失败 然而我们却应当 再次看见神引导的原则 不只是个人的 也是全体的 属灵的信徒 应当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应当不顾人言 独自尽钱 什么时候是应当听他弟兄说的 总之 在属灵的道路上 旁边都是陷阱 信徒一不小心 就要失败 我们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并不能学了一些的知识 就可以叫我们永远保险 反之 所有的经历 必须我们自己经历过 过来人不过只会提醒我们前途的危险 使我们不陷入而已 我们若盼望得着什么方法 可使我们超越许多路程 那是没有的事 忠心跟从主的人 总要少见许多不必须的失败 第二章 灵的律法 信徒必须学习认识灵的知觉 因为这是随从灵而行的首一个条件 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灵的知觉 什么是魂的感觉 他就不能按着灵所要求的去行 当我们觉得饥食 我们就知道应当吃 我们觉得寒食 我们就知道应当穿 知觉是表明需要和要求 人必须知道他身体的知觉是什么意思 他才知道如何用物质上的事物来补满 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灵的知觉是怎样 并且知道灵各种知觉的意思 和这些的知觉 乃是要求什么 并应当用什么来补满这要求 乃是当信徒如此知道 他自己的灵和他的知觉 才能随着灵而行 灵的律法中有几件为信徒所应当知道的 就是因为信徒不明白什么叫做灵的律法 也不知道认识灵的知觉的紧要 以至有许多灵的意思发出来了 我们依然不知道 因此有许多是从灵出来的 我们却不知道其为属灵的 以至就失去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地位 我们知道了灵有直觉 交通和良心的功用之后 我们还应当学习知道如何认识他们的活动 以至我们知道如何随之而行 信徒既经充满圣灵之后 他的灵必定是有许多活泼的工作的 我们如果不理他们 我们就要受亏 所以最紧要的就是有查看灵动作的习惯 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活动 过于他脑的活动才可以 灵的重量 灵本当保守在一个顶自由的景况里 灵应当时常觉得轻快 好像都是翱翔天际的 才能够叫生命长大 工作不受拦阻 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什么是灵的重量 在许多的时候 觉得他的灵受了压制 不能自由 好像有千军的重量 压在心头一般 如果他考究这重量的来由 他并不见得有什么理由 并且这样的重量 多是忽然之间来的 乃是在信徒不知不觉之间 忽然偷着进来的 这样的重量 乃是仇敌所用以压制属灵的信徒 叫他失去喜乐和轻快 以致不能与圣灵同工 而失去灵的效用 信徒如果不知道这种重量的来源 和灵觉得受压制的意思 他就不会立即对付这重量 而叫他自己的灵 历时恢复长度 信徒或者要稀奇自己 这样感觉的由来 或者要以为这不过是天然的 或是偶然的 或者毫不精心的 就认自己的灵受压制 多少的时候 信徒就是不理这样的重量 而随便继续做工 以致越过越难过 叫仇敌能时常用重量来戏弄信徒 以致在许多的时候 当神要使用信徒的时候 只因着他有了这种重量 以致不能成就神的工作 灵的知觉 在这一种的压制之下 就变成非常的迟钝 所以 撒旦和他的邪灵 就专心致志的 要叫信徒的灵里压有重量 叫他不能自由 可惜 多少的时候 信徒竟然不知道 这重量是从撒旦来的 或者知道了 而不拒绝他 确认他存留 如果信徒有了这重量 他就要失败 如果他早晨有了这重量 而不立时就取缔他 就全日都要失败 自由的灵 是得胜的根本 我们必须有一毫无牵挂的灵 才能与仇敌争战 才能生活出神的生命来 如果灵中有了压制 信徒就要失去鉴别的能力 就要失去神真实的引导 因为灵仪受了压制 心思就受了影响 心思仪不能做工 自然什么都要停止 或者错误了 所以最要紧的 就是当灵中一有压制 或重量的时候 就立刻来对付 切不可取认凭的态度 因为你若认凭他 他就要叫你受苦 并且这重量 是越久越重的 如果过了许久 你尚未设法除之 你就要司空见惯 也不想除之 这样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这样的重量 就变作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么一来 就叫你看所有属灵的事 好像都是很苦恼的 就叫你在灵程上难以进步 你若一次不对付 下次要来的更容易 对付的法子 就是历时停止手中的工作 不轻看灵知觉的要求 立刻用意志推辞这重量 并运用灵来拒绝这重量 有时应当开声说出 反对这重量的话 有时应当祈祷的用灵力来推辞 就叫邪灵不能将重量 放在我们的灵里 但是 取缔这重量来到的原因 也是不可少的手续 原因若未除去 这个重量就要存留 所以当推辞 筹敌工作的时候 就应当连带推辞 他所以工作的原因 这样 你就能收回你所给他的地位 你如有了鉴别的能力 你就要看见 乃是因为你曾在某时某事上 没有与神同工 失败了 所以仇敌才有机会 以重量压制你 这样的地位 必须收回 我们必须推辞 仇敌因着我们失败 而工作的原因 这个要叫他逃走 灵的闭塞 灵需要混合体作 发表的机关 他乃是主妇 必须有家宰和仆人为他工作 成就他的意思 他乃是电流 必须有乌司 才能发表出他的光来 如果混合体失了长度 而受邪灵的攻击 灵就要被闭塞 而没有出口 仇敌知道灵的需要 所以他就常常在信徒的混合体里做工 叫混合体停止他们本来的工作 以至灵没有发表的机关 以至失去得胜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候 心思或者要受攻击而变纷乱 情感或者要觉得孤单难过 抑制或者要觉得疲乏不能活泼 不能主动地管理全人 身体或者要觉得非常的疲倦 也许不过就是觉得有一点的怠惰 当信徒的混合体 这样的受攻击之后 若信徒不立即抵挡对付 他的灵就要受闭塞 不能与仇敌有活泼的征战 也不能保守自己得胜的阵地 信徒的灵一兽闭塞 他就要失去他活泼的态度 他就好像有点的害羞 好像就要隐藏 不愿在公众面前做什么 他就喜欢退到阵地的后方去 他不喜欢显露 或者他还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觉悟 岂知这乃是因为他的灵兽闭塞呢 他在读经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什么精神 他在祷告的时候 好像话语便没有了 当他想到他自己所有属灵的工作和精力 好像都是没有意思的 有时也许还觉得好笑 他去传道 好像一点不觉得有效力 自己好像不过就是奉行故事而已 如果任凭这种闭塞严长 后来信徒就要受仇敌的攻击 更厉害除非神因别人 或他自己祷告的缘故 而从中干预而觉得气壁不通 信徒若没有知识 就要莫名其妙 更长的就是不去考究其来源和原因 而取放弃任凭的态度 实在说来 所有我们灵性的经历和感觉 都是有缘有因的 我们应当切实考察 不要随便任其存留在我们里面 这样经历的原因 就是灵被闭塞 灵外面的魂合体 都关闭起来 以至灵没有发表的地方 撒旦封锁灵 将灵关在暗室里 以至魂失去灵的引导 闭塞灵的一经除去 信徒的气 好像就通了 就恢复他从前的轻快情形了 当这样的时候 信徒最要紧的 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 开声说话说出抵挡仇敌的话 用大声说出十字架的得胜 和仇敌的失败 而专一的抵挡仇敌 在他魂合体里的工作 意志必须在这些话语之后 活泼地推辞一切地关闭 祷告也是一个方法 祷告时常乃是一个开通灵的法子 但在这样的时候 大声的祷告 乃是需要的 此时的祷告 最好就是求告于主耶稣的得胜名字 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 也应当运用自己的灵 使之出力 冲开一条路来到外面 灵的受毒 信徒的灵 乃是会受邪灵的种毒的 这就是仇敌的火箭 他能够直接射他的火箭 进入信徒的灵来 他会将仇苦 忧伤 难过 悲哀 心碎 种入信徒的灵来 叫信徒灵里仇苦 撒上15 但是灵忧伤 谁能承当呢 真实八十四 所以 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大的 当信徒觉得忧伤的时候 他以为这乃是他自己 忧伤 以为他这样的忧伤 乃是很天然的 他并不查考这忧伤的来源 也不略为抵挡 他就是没有声音的 没有疑惑的 接受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 让我们记得 这乃是最危险不过的 我们断然不可随便接受一个思想 或一种感觉进入我们的里面 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 我们就必须在诸事上警醒 考究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感觉 到底是从那里来的 有的时候 撒旦叫我们的灵刚硬 强项 不温柔 不顺服 窄霞 自私 这样就叫灵不能与圣灵同工 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这样就叫信徒对人失去他的爱心 所有柔系为人 与人表同情 顾念体恤人软弱的心 都丧失了 这样就叫圣灵不能大用他 因为他已经失去主的宽大 几经自己化地为戒了 有的时候 仇敌叫信徒有不赦免人罪的灵 这乃是信徒所最容易受毒的一点 恐怕属灵信徒堕落的原因 多半都是因着这个 这样的苦毒 这样的吹毛求疵 这样的寻仇 乃是灵命所受最厉害的毒 信徒受了这毒之后 多没有清清楚楚的明白 以为这乃是从撒旦来的 却以为这乃是他自己这样的恨恶人 所以是除不去的 有的时候 撒旦叫信徒的灵变成狭窄 他叫信徒化地为戒与人分开 信徒若失去教会 乃是一个身体的观念 而以自己的小团体为前提的 表明他的灵已经收缩狭小了 一位属灵的信徒 乃是以神的事为己事 以全教会为自己所心爱的 如果他的灵公开 生命的江河 就要到处涌流 如果变成狭小 他就要拦阻神的工作 而减少自己的用处 如果信徒的灵不够大 以包容神所有的儿女 就他的灵已经受毒了 有的时候 撒旦却叫信徒的灵 变成骄傲 这样 他就自高自大 自尊自重 仇敌教信徒 以为他并非一无所有 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在神的工作中 乃是有不少的价值的 这一种的灵 也是信徒跌倒的一个最大原因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灵在跌倒之前 真实六十八 邪灵乃是用这些 以及其他的毒注射入 信徒的灵来 如果信徒不立即抵挡 这些就要立刻变成肉体的事 信徒若已经知道了 如何在灵中活着 就这些在起初时 不过乃是撒旦的毒种 并非肉体的罪 但信徒若不抵挡 反而接受了他们 也许是在不觉中的 就不久要变成肉体的罪恶 灵理受毒 一不取缔 立即变为灵理的罪 灵理的罪 比无论什么罪都紧要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则被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灵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路95455 我们所存的到底是什么灵 乃是一件最要紧的事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的灵 已经受了撒旦的挑拨 我们尚不知道 灵一错误了 什么就都错误了 我们看这两位门徒的经历 我们知道错误的灵 最容易从话语表明出来 然而话语所表明的 恐怕上没有声调所表明的多 有时话语虽然不错 而声调却是错的 如果我们要得胜 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 我们话语的声调 邪灵一摸着我们的灵 我们的声调就要失去柔和 刚硬的声音 暴躁的声音 尖刺的声音 都不是从圣灵来的 都是表明发这声音的人 已经受了撒旦苦毒的挑拨了 我们平常如何说话呢 我们能否说到别人 而不带着定罪的意思呢 话语也许是真的 但是批评 定罪 愤怒 记恨的灵 可以埋伏在实话之后 我们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 我们的灵 若是清洁的 温柔的 我们就可以说真实话 定罪的灵 若在里面 我们就犯罪了 罪不只是一种行为 罪也是一种情形 在一切事情后面的灵 乃是罪要紧的 许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神或为人做事 然而仍然可以犯罪 做事做的 但是不诚心 不愿意或者埋怨的灵 可以隐存在后面 我们应当保守 我们的灵甘美柔和 我们的灵 应当清洁唇衣 我们是否以错误的灵为罪呢 我们知道仇敌 在什么时候攻击 我们的灵呢 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们的灵受了毒呢 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是否够谦卑 以除去这样的罪呢 当我们看见 声调转刚的时候 我们就当停止 不要再说下去 应当历时对我们所说话的人说 我们愿意说同样的话 我们愿意用清洁的灵说话 我们愿意反对仇敌 我们若不肯告诉我们的弟兄说 我错了 我们的灵 就要存留罪恶 信徒应当学习如何看守他的灵 不受仇敌的挑拨 也应当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甘美温和 在平日的时候 信徒就应当早拿信心的藤牌 以灭尽仇敌的火箭 这意思 就是应当早运用活泼的信心 以抵挡仇敌的攻击 以仰赖神的保护 信心乃是我们的藤牌 不是我们的前差 乃是用以灵尽火箭的 并非用以前把火箭的 信徒如果受了火箭 就当历时除去那叫火箭射来的原因 就应当历时持着一种抵挡的态度 应当历时推辞一切从仇敌来的 应当历时祷告求神捷径 灵的下沉 这个灵尘的发生 多是因为信徒转向自己里面的缘故 或者是因魂的生命又生作用而未取缔 以至又吸收所有的精力以为己有 或者是因外面黑暗权势的进入 或者是因以自己为中心而祷告敬拜神 信徒的灵若转向里面 而不转向外面去 就神的能力要立时停止 而不久灵又将受魂包围 如果信徒不立即对付这样的向里转 有时这灵的沉溺入魂 乃是因为信徒被邪灵所欺骗 邪灵以身体上的感觉 以及各种奇异快乐的经历赐给信徒 信徒不察 以为这是属神的 就在不知之中 生活在这感觉的世界中 因而拉铃到了魂的地位 有时信徒因为不明白基督的位置 因而受期 已至教灵降下 圣灵住在信徒里面 乃是将坐在宝座上的基督 显现给信徒 使徒行传 以福所书 及西伯来书 将基督现今是在天上的地位 说得非常清楚 信徒的灵 乃是与天上的基督相联合的 但是 因为无知的缘故 信徒就要转向里面去寻求基督 他要与自己里面的基督相联合 因此 就叫自己的灵不能高升 逍遥云表之上 而受了压制 沉入魂的境界里 总括来言 这些的作用 不过都是要叫信徒生活在感觉里面 而不生活在灵里面 信徒应当知道 当他尚未属灵的时候 他并未切实活在灵中 所以仇敌就不必有许多的假冒 但是 当他经历过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中之后 在他的面前 好像别有天地 唯从前所未知道的 危险就是在这时候 撒旦的工作 要信徒不活在灵中 因为这个叫他损失太大 他的方法 就是利用混合体的感觉来吸引信徒 欺骗信徒 以为这乃是属灵的经历 而叫信徒享受 许多的信徒 虽然已经进入属灵生命了 只因其不知灵的律法 所以就失败了 他会以各种身体上的感觉 和超天然的经历 赐给信徒 信徒若依赖从外来的超天然的事物 或者感觉上的属灵经历 就叫信徒在灵里的属灵生命受了阻挡 这样 信徒就生活在他外面的魂或体里 因而叫灵 最里面的 失去他与神的同工 这样 自然魂合体 就要重新高升 得着权力 最终叫灵完全审下 当灵下沉时 灵的知觉 就不能为人所知 这就是许多属灵的信徒 有时觉得自己灵没有了的缘故 因为魂合体所占的地位太大 并且全人是靠着知觉而活 就叫魂合体觉得所有的压制 所有的苦难 所有的征战 人的觉观就代替灵做工 灵的知觉 就埋没在魂合体强烈的感觉里面 这个结果 就是叫属灵的生活和工作 完全停顿 如果长久任凭他 就要完全堕落 也许全人要被邪灵所依附 所以一切能残害灵的知觉的 都当拒绝 无论是狂笑 哀哭 以及身体各种热烈的表示 都应当拒绝 身体应当完全安静 就是感觉超然的事物 和过度感觉天然的事物都是不可的 因为这个 要叫心思不随从灵而行 反要随从体而行 应当不让一件事物拦阻 我们明白灵微小的知觉 灵一下沉 魂就包围灵 而叫灵受他的支配 所以 信徒必须学习知道 如何保守他的灵一直向外而去 而不停留在里面 信徒应当知道 他的灵若不向外而攻击撒旦 撒旦就要攻击他的灵 叫他下沉 唯独当信徒的灵 乃是向外而流时 圣灵才能借着他而流出 他自己的生命来 如果信徒转向自己 叫灵下沉 圣灵的流勇就立时被阻止 圣灵乃是要用信徒的灵 以流出 勇出神的生命 如果信徒转向里面 叫灵下沉 圣灵的生命 就不能外流了 所以 信徒必须知道 他自己的灵 乃是因何而下沉的 并应当如何叫他的灵 恢复原有的地位 信徒一见自己灵的能力 好像有下系一般 就应当知道 他的灵已经有了毛病 应当立时设法挽回 灵的负担 灵的负担和灵的重量 乃是有分别的 灵的重量 乃从事撒旦来的 叫信徒受苦 要压制信徒的 灵的负担 乃是从神来的 乃是要表明他的旨意 要得着信徒的同工 灵中的重量 除了压制之外 并无其他的目的 所以 多是毫无用处 毫无结果的 灵中的负担 乃是神所赐给的担子 要叫他为神的缘故 去 一 工作 或 二 带导 或 三 传信息 这样的负担 乃是有目的 有理由 有利益的 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 什么是灵中的负担 什么是灵中的重量 撒旦并不叫信徒负担什么 他乃是包围信徒的灵 以重量压制信徒 撒旦的重量 乃是叫信徒的灵受束缚 心思不能工作 但担子的人 不过只单有担子而已 但受撒旦压制的人 乃是全身都受了捆绑 黑暗的全是一临到 信徒的身上 就立时失去自由 但是 神所赐的担子 并不如此 无论神的担子如何的重 但是总不至太重 以至连祷告都不能了 祷告的自由 无论在如何负担之下 总是不会失去的 但是 仇敌所塞进来的重量 要叫信徒失去祷告的自由 并且除了祷告之外 若非有征战与抵挡 是不会除掉这重量的 神的负担 只要我们祷告 就可以觉得脱下了 仇敌的重量就燃 并且灵的重量 乃是在暗中偷爬进来的 灵的负担 乃是圣灵 在灵里工作的结果 灵的重量 乃是很苦恼的 叫信徒的生命受压制 灵中的负担 乃是很欢乐的 自然肉体不以之为 顶可乐 但若抵挡它 而不补满其要求 就要觉得苦 因为这是与神同工 请看太十一三十 所有真实的工作 多是在灵里先有负担 自然在灵里没负担的时候 我们就应当用心思 神因为要我们行为 或说话 或带导 他就在我们的灵中 给我们以一个担子 如果我们知道灵的律法 我们就不随便继续做 我们手中的工 以致这担子越变越重 或者因为时日长久的缘故 以致失去这担子的感觉 我们应当立即放下一切 来考察这担子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我们明白了这负担的意思之后 就当按着所知道的去行 当事情成功之后 这担子就必定离开我们 信徒的灵在平时必须尝试自由 无所压制的 他才会从神那里接受重担 因为唯有自由的灵 才会觉得圣灵的动作 已经满了重担的灵 就失去他直觉的锐利 不能做一好器皿 许多的时候 信徒已经受了神的重担 但是 他却不照着这重担 所要求的去行 以致他的灵就因这重担 而苦了许多日子 并且叫神不能再给他新的重担 因此 最要紧的 就是先借着祷告 倚靠圣灵 使用自己的心思 来探知这重担的意义 在许多的时候 灵中的负担 乃是为着祷告 西四十二 实在说来 我们也不会祷告过于我们的负担 没有负担 而一直祷告的 确定是没有功效的 乃是出于己意的 灵中祷告的负担 只能因着祷告而觉得清醒 所有的负担 也都是如此 神叫我们的灵 为什么是而负担 我们唯有成功神所要我们做的是如祷告 传他的信息等才能减轻我们灵的负担 乃是因为灵中有这样祷告的负担 我们才会在圣灵里祷告 才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 灵中有祷告的负担时 我们无论怎么做 总不能除掉这样的负担 唯有祷告 才会释放我们 当是成功时 负担就立时脱去 不少的时候 信徒灵里所积蓄的祷告担子太多了 已至在其手祷告的时候 好像祷告是最苦的一件事 但是 信徒越祷告 就要觉得他的灵在那里越说阿门 我们必须尽将叫我们灵负担的 在祷告里完全都说出来 一直等到担子完全离开我们 我们越把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在祷告中发表出来 我们就要越觉得舒服 但是 在这样的祷告中 常有一个试探 就是当担子还没离开之前 就停止祷告了 信徒多是在觉得灵中稍微畅快的时候 就以为他的祷告已经成功了 岂知他此时不过正其手做属灵的功赋裂 如果我们此时转向别的事情 属灵的工作就受了伤害 信徒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灵工都是欢喜 畅乐的 若有了负担就是失去他的属灵精力 最可惜的 就是信徒不知道灵中的重担 乃是真正的灵工 因为肯如此为神为人受苦的 才是真不为自己活的人 其他终日寻求感觉上快乐 惧怕为神为教会负担什么的人 都不过是为自己活着的 属魂的 所以当神将负担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堕落了 或者必定什么是错的了 撒旦最喜欢信徒这样的论调 因为他要免受他们的讨伐 我们不要误会自己 我们如果听他 以为我们应当是在什么地方不对了 就他更要控告我们 而使我们受苦 真实属灵的工作 乃是向撒旦进攻的 为信徒受生产之劳的 这都不是可乐的啊 这个需要最深向己的死 就是因此没有一个属魂的信徒 是能真做灵工的 终日有感觉上的快乐 并非信徒属灵的证据 反之乃是那些不顾自己感觉 而与神前进的人才是 多少的时候 当信徒灵中受了担子 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他很愿意独在一处 断绝人士的交通 而与仇敌征战 在征战未了时 连脸上的笑容都是难有的 所以属灵的信徒 应当欢迎主所赐给他的担子 信徒必须知道灵的律法 必须知道如何与神同工 不然他就要不理这样的负担 以至叫自己受苦 而不久失去这样的负担 不能与神有极荣耀的同工 所以每一次灵中有了负担的时候 就当立即在祷告中寻出 到底是为着什么负担的 如果是一个征战的呼召 就应当征战 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呼召 就应当传福音 如果是一个祷告的呼召 就应当祷告 应当寻求如何与神同工 让旧的负担过去 叫新的再来 灵的退落 这意思 就是神的生命和能力 在信徒的灵里 好像潮水那样的退落 我们知道 当信徒属魂的时候 他常以为在感觉上 觉得神的同在 觉得快乐的时候 乃是他灵性最高的时候 如果他觉得枯干烦躁 他的灵命 乃是最低的 这都不过是在感觉上 并非灵命的实况 但是灵命 也有实在低落的时候 这与魂的感觉 乃是不同的 自从信徒被圣灵充满之后 在意识中 他仍是继续如前 但是不久 就渐渐的退落 不是忽然的 感觉上的退落 与实际上的退落的分别 就是在此 前者多是忽然的 后者多是渐渐的觉得自己灵里的生命和能力 就是他所曾一次接受的 现在已经逐渐退落了 这样 就叫他失去灵中所应当有的快乐 平安和能力 就叫他一天过一天 软弱下来了 在这样的时候 信徒就觉得与神交通 好像没有什么滋味 读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信息 也没有特别的经节 会感动他的心 就是有 也不似从前之多 祷告也变成很枯干而美味 好像没有意思 也没有话语一般 做见证好像也不喜欢 没有从前的流勇样子 生命没有从前那样的强壮 那样的兴奋 那样的轻快 那样的喜乐 一切好像都退落了 潮水真是有涨落 但是 在我们灵中的 乃是神自己的生命和能力 难道他也有涨落吗 神的生命 不知道什么是退落 他乃是长久留意的 神的生命 并不像海洋潮水之有上下 乃是如一种的江河 长久流出活水来的 约七三十八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并非如潮水一般 在某时必须退落 我们里面生命的源头 乃是在于神 他乃是永远不改变的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所以在我们灵里的生命 应当是川流不息的 洋溢涌流才可以 所以如果信徒觉得 他自己的生命已经退落了 他就应当知道 并非他的生命退落了 乃是停止不留了 他也应当知道 这样的退落 乃是绝对不必有的 千万不要被撒旦所欺 以为一个上居在肉体里面的人 永远不能长久满有神的生命的事 神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乃是一个活水的江河 如果没有拦阻 乃是永远长流的 信徒能够长久有洋溢的经历 退落并非必须的 乃是反常的 所以 问题并不是灵命现在退落了 应当如何才能叫它长满起来 现在的需要 并不是如何充满 乃是如何流通 生命的全源 尚是在信徒里面 但是 现在拥塞了 来路虽然不错 但是出口却生阻碍了 因为不能流通的缘故 所以生命的水 也不能再来了 如果出口一通 生命的水 就尚要源源而来 所以 这样信徒所需要的 并非更多的生命 乃是更多生命的流通 信徒一觉得他自己灵力生命 好像退落了一般 就应当知道 必定什么地方拥塞了 撒旦要以为你的灵性退步了 旁人要以为你失去能力了 你自己以为你或者犯了什么大罪了 这些也许是真的 但却不尽然 实在多不是都是因为不知如何与神同工 如何履行神的条件 以得一不息的川流 愚昧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他应当立刻祷告 默想 试验 考察 应当等候神 求他的灵 岂是以你退落的原因 你应当活泼 应当寻找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没有履行灵命长流的条件 以致你退落了 你不止应当承认你真是退落了 这一步也是最要紧的 并且也要活泼的寻求退落的原因 撒旦 别人 自己所有的设想 虽然是靠不住的 但也有考虑的价值 因为有时事实的 知道原因了以后 就应当立时抵挡这原因 你不要以为灵命自然会流出来 如果你没有除去阻止它流通的原因 它是不能流的 所以每一次灵性退落的时候 都应当立时在祷告和默想之中 查考原因 明白神生命流通的律法 抵挡一切仇敌的工作 这样 生命就要再涌流了 这样 这生命要重新奋发 比从前更有力量 以冲破仇敌一切的尖累 灵的失职 人的灵好像电灯一般 当它与圣灵相接触时 就满有亮光 若一脱离 历成黑暗 人的灵 原是耶和华的灯 真二十二十七 神的目的是要它充满光明的 但是在许多的时候 信徒的灵竟然黑暗了 这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人灵与圣灵失了接触 所以黑暗了 所以要知道到底信徒的灵 曾否与圣灵失了衔接 只看这灵有否失去光明极之 我们已经说过 神的圣灵乃是住在人的灵里 人与圣灵的同工 乃是借着他的灵 如果人的灵失了长度 就好像与圣灵脱了衔接 失去亮光一般 信徒最要紧的一件事 原是保守他的灵 在一种健康稳静的情境中 以致他能与圣灵同工 如果灵受了外面的纷扰 他就立刻变成无用 不能与圣灵同工 变成黑暗 以上所说灵的各种光景 都是叫灵失职 不能与圣灵同工 灵异失职 得圣就变成不可能的事 如果一个信徒当早起的时候 觉得他的灵 好像便没有了 仇敌也许要以为 这是因他昨天做工太过 身体疲乏所致 如果信徒不查 就是这样认凭他的灵失职 他就没有力量 以抵挡一日的试探 和做成一日的事工 他应当立刻查考 他应当知道身体不应当影响灵 灵应当是活泼的 刚强的 足以节制身体的 当他明白这个之后 他就应当承认他的灵 现在乃是受仇敌的攻击 现在已经失职 他就应当立刻要求恢复原状 不然 他一见人 恐怕就要失败了 早起灵若失职 断不可认之继续到日中 因为这是取败之道 信徒知道自己的灵已经失职了之后 就当立时拒绝撒旦所有的工作 和他所以工作的原因 如果这不过是仇敌的攻击 就经这一抵挡 灵就要恢复自由 如果这攻击乃是有原因的 一己乃是因为信徒为他留地位的 就当查考这原因是什么 而除去 这个自然乃是关于信徒已过的历史 他应当想到撒旦如何能攻击他的灵 应当想到他和他的环境 家庭 亲友 子女 事业等等 将这些一一都祷告过 如果他觉得当他祷告到某事时 灵中好像舒服一点 他就知道 他已经得着灵受攻击的原因了 他就应当在神的面前除去这原因 当他祷告完了之后 他已经得着自由 他的灵就也恢复他的工作了 有时灵的失职 乃是因为信徒认凭他的灵自由 而不管至以至行走在正当的轨道之外 先知的灵 原是顺服先知的 灵前十四三十二 一个随从自己的灵的 就是一个鱼丸的先知 截十三三 这是最要紧不过的 如果信徒不是运用意志 管制自己的灵 不叫他太过 也不叫他不及 保守他与圣灵同攻 灵也是要失职的 信徒应当知道 人的灵是会放纵的 所以真言里面才有狂灵 十六十八的话 人的灵是会在圣灵之外单独行动的 如果信徒不管制 不叫他顺服圣灵 他是会自由行动的 所以信徒必须时常警醒 不让他的灵走出神的轨道之外 而不在安静中与神交通 以致不能与神同攻 有时灵的失职 乃是因为信徒的灵变成刚硬 神需要一个柔软的灵 以发表他的意思 灵若刚愎自用 不肯谦卑顺服 圣灵的工作 就要受拦阻 乃是一个迁就的灵 才能成就圣灵的意思 信徒必须有甘心乐意的灵 初三五二十一 能在最短的时间中 迁就何于圣灵的旨意方可 信徒的灵 必须非常的敏锐 能感觉的圣灵微小的声音 而立刻响应 如果信徒的灵 有点刚硬 他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他也听不见圣灵 在灵中所发的声音 因此 信徒必须保守自己的灵 在一种柔软的情形中 而时常跟从追随 他灵中威信的知觉 这就是使徒所说 不要消灭灵 铁钳五十九 的意思 灵所有的工作 感动 知觉 信徒都当谨慎追随 他若如此 就要看见他灵中的知觉 一次敏锐过一次 并且神也能在那里 叫他知道他自己的旨意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他就应当知道 他的灵在什么时候乃是失职 不能与圣灵同工 并乃是为什么失职了 他应当警醒看守他的灵 叫他时常在安静简单中 与神交通 抵挡一切从仇敌和自己来的纷扰 叫他失去与神平安的接触 灵的情形 总而言之 信徒必须明白灵一切的律法 才能随着灵而行 如果他失去警醒 失去与神的同工 他就要堕落 在灵的律法中 最要紧的 就是查看灵的情形 这查看灵的情形 就是以上所说者的主脑 信徒应当知道他自己灵的情形 他应当知道灵的长度是什么 灵失去长度是怎样 灵本来应当掌权管制人的混合体 他应当居在最高的地位 应当最有能力 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情形到底是否如此 他应当知道他的灵 曾否因着征战 或环境的缘故 竟然失去长度 而受催促 灵的情形 大约有四种 一 灵受压伤 一级低落 二 灵安静稳健 处在正当的地位上 三 灵受催促 被勉强 过分的活动 四 灵有污秽 灵后七一 一级灵生了毛病 容留罪恶 信徒最少必须能知道 他灵这四种的情形 并且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在许多的时候 信徒的灵因着自己不警醒的缘故 或者仇敌攻击的缘故 受了一种的推开 以至他的灵沉落下来 在这时 信徒就要失去他天上的地位 光明和胜利 而觉得自己冷淡 违逼 不能高举 灵因着悲伤 或者其他百时的缘故 就完全降下 失去了他翱翔的快乐 灵这样受压伤 就低落在正当地位的水平线之下 但有时灵却会受催促 而狂奔在正当地位之上 信徒可以因着魂的受刺激 狂热起来 至灵也受了催促 而失去他的安静 有时 信徒因着随从活物的活泼之故 就得着一个放灵 过度的喜笑 以及其他多种的原因 都能叫灵放纵难收 与仇敌久长的征战 也会叫灵过度的活动 撒旦能叫信徒的灵 在与他征战时 或之后 因为伸张过甚的缘故 而活动不止 失去他的冷静 他会以奇异的喜乐 或别的给信徒 叫他的灵行动 在信徒心思或意志的管制之外 这样 信徒就不能守卫 就要失败 有时灵并不是太低 也不是太高 乃是有了污秽 这些的污秽 有时是灵中的态度 如刚硬 不服等等 有时是灵中的罪恶 如骄傲 嫉妒等等 有时是灵中 杂有魂的作用 如天然的爱情 感觉 思想等等 灵异有了污秽 就需要洁净 灵后七一 约一一九 信徒如果要随着灵而行 他就必须明白 他自己的灵 到底是在那一种的光景中 他的灵到底是处在冷静正当的地位 还是处在太低 太高 污秽的地位里呢 他应当知道如何高举他压伤的灵 以与圣灵的程度相合 如何运用意志以阻止他过度活动的灵 叫他归回长度 如何洁净他污秽的灵 叫他重新能与神同工 第三章 心思助灵的原则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就不可不知道灵一切的律法 因为知道灵律法的人 才知道灵中各种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样 才会照着灵中感觉的要求而行 灵所有的要求都是借着他的感觉表明出来的 不理灵的感觉的 就要忽略了灵的要求 因此明白灵的律法 而随之而行是灵程中首要的事 但是 随从灵而行的信徒 除了明白灵的律法之外 还得知道一件事 就是心思助灵的原则 这个原则比较灵的律法的紧要 并不少差一点 在随从灵而行的道路上 这个原则是随时当用的 光明白灵的律法 而不明白心思助灵的原则 就在许多的时候还是要失败的 这是因为灵的律法 不过将灵各种的感觉 和这些感觉的意义 并补满这些感觉要求的方法 对我们解说明白而已 在灵有感觉的时候 我们尽可以按着灵的感觉而行 若是正当 我们就可随之而行 若是反常 我们就可更正我们的生活 在此 有一个问题发生 就是灵的感觉 不一定是常有的 灵不一定时常有声 有时灵并不开口 在许多信徒的经历上 灵常有好几天不开口的事 好像在这样的时候 灵并不活动 就是睡在我们里面一般 灵如果好几天不活动 那是不是说 我们应当好几天不做事 只等灵活动之后 才动手呢 我们是不是静坐几天 也不祷告 也不读经 也不做工呢 我们属灵的常识 要答应说 不 我们是不应当空废光阴的 但是 我们此时如果要有什么作为 岂不是在灵之外 在肉体里面做的吗 这就是应当使用 心思助灵原则的时候 心思如何扶助灵呢 这里的意思 就是当灵睡觉的时候 我们应当用心思来代替灵的工作 不久我们就要看见灵也加入工作 心思和灵原是紧紧相连的 他们俩是彼此相助的 在许多的时候 乃是灵发出感觉使心思明白 而使令人行动 但是 在有的时候 灵却不动 必须信徒借着他心思的活动 因而引起灵的活动 当灵不动的时候 心思会引起灵的活动 当灵活动之后 信徒就可随从灵而行了 这样用心思来引起灵的活动 就叫做心思助灵的原则 在属灵失命中 有一个原则 就是在起初的时候 我们是用灵的知觉来得着 神所赐我们的知识 后来我们应当借着心思保守这知识 而使用这知识 比方 在这里你看见一个需要是重大的 按着你从前从神那里所得的知识而言 你应当祷告 求神补满这需要 但是 当你看见这需要时 你的灵并没有感觉要祷告 那么 你应当怎么做呢 你应当用你的心思来祷告 不要等到有灵中的感觉时 才来祷告 一切的需要都是祷告的呼照 如果你在起初不顾你的灵如何寂静 就是一直祷告下去 不久 你就要觉得有了什么 好像从你里面生起来了 你的灵 现在也加入这祷告的工作里 在有的时候 我们的灵因为受了撒旦的压制 或天然生命的缠绕 以至我们连灵在什么地方都不觉得 灵因为沉道很低下的地位 以至连知觉都没有了 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混合体 但是 灵的地位好像是虚的 现在怎么做呢 要等到有灵的知觉时才祷告 就恐怕今后再没有祷告的机会了 并且 灵也不会得着自由了 所以 此时的办法 就是照着从前所已经知道的真理 就是你心思所记得的而祷告 而反对黑暗的诠释 你虽然觉得没有灵 你就是用你的心思祷告 心思这样的活动 会激动灵叫他也活动 用悟性的祷告 灵前十四十五 会鼓动灵 虽然在起初的时候 好像不过是用空话祷告 没有什么意思 但你如果使用你的心思来祷告 来抵挡 不久灵必定升起来 这样他们俩 灵和心思 就要和合作工 所以我们既然学习了一点征战的真理 和祷告的法子 现在虽然没有灵 你尽可先用心思 叫灵因着心思的鼓动 也附和加入 你的灵一来 你就觉得祷告很有意思了 很自由了 这是属灵生活的长度 灵和心思和合同工 灵战 在属灵的征战上 信徒因为忘记了灵和心思同工的原则 以致他在那里等候神的负担 而不时常向仇敌攻击 他以为现在还没有战争的感觉 须等到有时 才开始用祷告向仇敌进攻 岂之只要他先用心思来稍微祷告一下 灵里的感觉 历时就要响应 我们明知道邪灵是何等的可恶 他们是如何的害主的儿女和世人 我们也明知道我们应当用祷告反对他们 使他们快到无底坑去 我们既是这样的知道 我们就不要等到有灵中的感觉时才祷告 你虽然没有感觉 但是你应当祷告 你先用你的心思来发起祷告 你先用你所知道的话语来咒诅邪灵 随后你的灵就要活动 你刚才所咒诅的话语 就都有灵的力量在后面了 比方你在早晨的时候 圣灵给许多的恩高 使你能在灵中咒诅邪灵 到了中午你已经失去这灵了 现在你应当怎么做呢 你灵在早晨时怎样做的 你现在应当用心思照样做 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在灵里所已经得着的 必须用心思保守并使用 被提 对于被提的信心也是这样 你在起初的时候 已经得着被提的灵了 但是过了不久 你觉得你的灵好像变成虚空 好像丝毫并不觉得主在灵的一耳 和你自己被提的实在 此时你就应当记得灵和心思相助的原则 你应当在没有灵的感觉中间 用心思祷告 你如果光是盼望你的灵 在满有你要被提的感觉 你试得不着的 你只要在你的心思里思想 祷告过 你从前所以有的 就会充满你的灵 传道 对于传扬神的真理 这个原则更是不可忘记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旧日所学习的道理 现在不过是藏处在我们的脑腑里而已 我们如果就是如此以知与人 是不会有什么属灵效果的 不错 在当初的时候 我们乃是在灵中知道了这些真理 但是 现在好像灵已经退了 不过光记的而已 现在应当怎么做 才会使我们在灵中再充满了这些真理 好让我们从我们的灵 将这真理传扬给别人呢 没有别的 就是用我们的心思 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 重新想过这些真理 重新祷告过 以这些的真理为中心 而还着这些真理来祷告不久 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又充满了我们的灵 从前所充满的了 这些真理 起初是在灵中得的 后来保留在信徒的心思里 现在因着用心思来祷告 使这些真理又进入我们的灵中 这样我们就会在灵中传扬 我们从前所以知道的真理 代祷 我们都知道代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但是 在许多的时候 我们是有时间可以带倒的 我们却没有灵中的感动 以为应当为什么带倒 这并非对我们说 我们现在不必带倒 可以将这时间空花了 或者改做别的用处 这个时候乃是对我们说 我们应当用心思来带倒 盼望因之而引起灵的同工 所以 在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使用你的心思去思念你的朋友 家人 同工有什么需要没有 你想到一个 就为一个带倒 如果你这样做了之后 你里面的灵 还是仍旧冷淡 你就知道他不是要你为这些人祷告了 或者你此时就想到你本地的教会 在某方面有缺点 或者现今各地的教会有什么试探 或者主的工作在某个地方有了阻挡 或者现今神的儿女需要什么特别的真理 你既想出一件 就应当围着那一件带倒 如果经过一时之后 你的灵还是没有响应 还不过是你的心思在那里祷告 你就知道这些祷告并不是主今日要你祷告的了 如果当你祷告到某事时 好像圣灵涂抹膏油在上面 好像你灵中的感觉也响应了 你就知道你已经想到 也已经祷告到你所应当带倒的了 这个原则就是当用心思来帮助灵寻着他所倾向的 有时只要我们稍用心思一想 灵就感应 但是有时因为我们的心思太狭窄了 或者想不到圣灵借着灵所喜欢的 就应当过了一时 才会得着灵的附和 有的时候 神喜欢扩充我们祷告的范围 要我们为国家祷告 使撒旦在背后所做的一切工作失败 或者他要我们为天下所有的罪人祷告 或者为全教会祷告 如果我们的心思只顾念到目前的 就要经过一个时候 才会想到这些 才会得着圣灵与心思合而为宜的祷告 当我们得着灵的感觉同工之后 我们就应倾倒灵中为这事所有的负担 应当详细的 周到的 将关乎这事的各点祷告过 必须等到灵中清省的时候 才可以再为别的事情带倒 这是我们灵命中的一个原则 当神赐给我们什么新的祷告 这都是在我们灵中得着的 但过了一时 我们就不能盼望神再把这新的祷告充满我们的灵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心思去继续这祷告 不理我们的感觉如何 到了后来 我们才会重新在灵中得着这个祷告 知道神指 并且我们已经知道了 神的引导不一定都是直接的 也有事间接的 在直接的引导里 神的灵亲自在我们的灵中运行 使我们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 只要我们用心思注意灵中的动静 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 但是 我们一生所做的事 不一定都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 也有许多的需要是我们人所见的的 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比方 人请我们到某地方去做工 或者 有了一件忽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 这些不是从灵直接发起的 乃是由别人达到我们身上来的 我们的心思 已经看见了这些事解决的紧要 但是我们的灵 还没有影响 我们应当如何 才会得着神的引导呢 我们这样看见了事的发生 来求神在灵中引导我们 就是所谓间接的引导 这就是心思扶住灵的时候 当信徒看见他的灵没有动静的时候 他就应当用他的心思 如果灵是不间断地发出他的意思 心思就没有扶住灵的必须了 乃是因为灵有时无语无声 所以 心思就当补满灵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候 信徒就应当用他的心思 将他所疑难的事在神面前思想过 考虑过 虽然这样的祷告 思想和考虑 不过都是出自心思的 然而 在不久的时候 信徒就要看见他的灵 也来加入这祷告 思想和考虑了 他刚才所觉不得的灵 现在既经觉得 不久圣灵就要在灵中引导了 我们乃是这样的用心思来辅助灵 我们在起初的时候 不能因为灵没有动作的缘故 就以为这事是不应当做的 乃是应当用心思勾起我们的灵 使它活泼 使它解决这事究竟是否神职 灵活动的原则 这样看来 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 是有许多的事应当做的 心思的工作是不可少的 我们灵里的充满并非像海潮一般自来自去的 我们必须履行充满灵的条件 我们才能被充满 这就是说 心思必须发起灵所快要 但还未做的 我们如果坐着等灵充满的感觉来 这感觉是不来的 我们也不要过于重看心思的工作 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有的举动 唯有在灵里面做的 才有属灵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是应当随从心思而行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用心思呢 我们这样的用心思 并不是以用心思为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起灵来做工 所以我们还是以灵为重要 使用心思不过要使灵兴起做工而已 因此我们使用心思以引领灵的时候 如果过了许久 还没有响应 还没有一种图游式的经历 我们心思在那一方面的工作 就应当停止 应当另换一方面 在灵站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里面长久空虚 没有灵的感觉 我们也是应当停止的 但是 我们却不要因肉体怕烦而停止 有的时候 我们虽然疲倦了 但我们知道应当继续 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停止 这是没有定律的 心思这样的辅助灵 好像我们用机器抽水一般 有的抽水机 必须先倒一碗水在机器的上面 叫我们抽时 有吸力将水吸到上面来 我们的心思之鱼灵 也像这一碗水之鱼抽水机燃 你若不用一碗的水为引端 水就抽不上来 你若不用心思为起手 灵就也是不上来的 如果我们不用心思来起手祷告 就好像人不先倒下一碗水 只把机器抽了两下 便说这口井没有水 我们的灵的工作真是不同 有时它好像一头狮子 很有力量 有时却像个婴孩 不能做主 当我们的灵软弱不能自助的时候 心思就应当做灵的儒母来看护它 心思并不会代替灵 但是心思却会扶住灵使之活泼起来 当灵降下它管制的地位 信徒就当用心思的力量 把它祷告上来 如果灵受了压制而下沉时 信徒当用它的心思茶之情形 而用力祷告 等到灵再高升 再得自由 属灵的心思是会保守灵在安定的地位的 心思能限制灵过度活动 也会提高灵过度的陈落 简单说来 灵只能因着我们心思 自然这里都是指着属灵的说 活动 而重得充满 这个原则 就是无论什么 凡你从前是在灵中做的 现今应当用心思做 后来圣灵如果给你高游 就是对你说你是在灵中做这件事 你起初虽然没有灵的感觉 但是后来所得的灵的感觉就是对你说 灵起初原是要这样做 只因其太软弱 所以不能 现在受了心思的辅助 就发表它从前所欲发表而未能的 无论我们在灵中需要什么 只要我们在心思里思念 祷告 我们就会得着 这样做 就叫我们充满了灵 对于心思的辅助灵 还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 就是在属灵的征战里 原是灵与灵的征战 但是 在我们的灵与邪灵摔跤的时候 全人的力量 都是与灵联合共同作战的 其中最紧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心思 灵和心思所有的力量 乃是联合出征 如果此时灵受了压制 失去抵挡的能力 心思就应当继续为灵征战 当心思这样征战 抵挡 反对 祷告的时候 灵就好像受了补充 又要升起征战 心思的情形 因为心思是能这样扶住灵的 虽然它自己的地位远不及灵 所以 信徒必须保守他的心思 在正当的情形里 好叫他能查读灵的意思 也能扶住灵的软弱 灵的活动是有他的定律的 心思的活动 也是有他的定律的 当心思能自由工作时 他就很轻快 如果他受了伸张 好像人把功伸张起来一般 他就不能自由做功 仇敌知道我们怎样的需要 我们的心思来扶住灵 好叫我们能随从灵而行 他就常常催促我们 使我们的心思伸张过甚 以至不能照着长度而做功 以至当灵软弱的时候 就没有谁来救援灵 我们的心思 不特是扶住灵的机关 并且 我们乃是借着他而得着亮光 神的圣灵 是从我们的灵里将亮光赐给心思 心思有过度的用力 就没有接受圣灵亮光的可能 邪灵知道我们的心思如果黑暗了 全人就也都黑暗了 所以 他用全力使我们过度思想 以至我们不能安静做功 信徒在随从灵的路程上 必须禁止自己的心思旋转不已 一直注想一个题目 挂虑 忧愁 以及过度思想 什么是神的旨意 都会使心思负担不起 以致不能工作 保守一个安定的心思 才会随从灵而行 因为心思的地位是这样重要的 所以 信徒与人同工的时候 应当谨慎 不要打断他弟兄的思想 打断心思最会使心思受苦的 当圣灵借着灵引导信徒思想时 最怕的就是被人打断 如果打断了 就叫心思受了伸张 因而难与其灵同工 所以我们不只应当保守自己的心思自由 并且也当顾念我们弟兄的心思 当我们还未与弟兄说话之先 应当先探知其思路 然后才可对之说话 不然 就要叫他受苦 第四章灵所当有的情形 一个错误的灵 尝试领到一个错误的行为的 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 他就应当时刻保守他自己在正当的光景中 灵像心思一样是会放纵的 张狂的 也会退缩的 信徒如果不是借着圣灵保守他的灵 就当他的灵一失败 他外面的行为就要失败 我们应当知道 许多外面行为的失败 都是里面的灵在行为尚未失败之先 就已失败了 如果信徒的灵乃是强有力 就无论在什么光景中 他都可以管住魂合体 不许他们放荡 否则 他们就反要来压制灵 而叫信徒堕落 神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灵 新生命就是住在这里 圣灵就是在这里做工 我们就是在这里与神交通 就是在这里明白神的旨意 就是在此得着圣灵的启示 我们就是在这里受训练 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了长大 就是在这里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 就是在这里我们得着权柄 以胜过魔鬼和他的军兵 就是在这里我们得着工作的能力 就是这灵得着复活的生命 后来要变成复活的身体 所以我们灵的情形如何 我们属灵生活的情形也是如何 所以 最要紧不过的是 就是保守我们的灵 在我们灵所当有的情形中 主在基督徒里面所顾念的 并不是外面的人 就是魂 他所注意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人 就是灵 如果我们里面的人有了不正当的光景 我们整个的生活 就都颠倒了 虽然我们魂的生命上是非常发达的 圣经中对于信徒的灵所当有的情形 并非默然的 许多老恋的信徒已经经历过圣经中所劝勉的 所以 知道信徒如果要保守他得胜的地位 和与神同工的能干 他的灵就应当保守在圣经所教训的各种光景中 我们已经见过灵乃是被信徒更新的意志所管理的 这是最要紧的 因为唯有借着意志 信徒才能安置他的灵在适合的眼光中 自然我们不必再提起灵有合适情形的要紧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许多了 痛悔 耶和华 拯救灵痛悔的人 师三四十八 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灵痛悔 的人同居 赛武七十五 信徒多多误会以为 当他悔改信主时 或是他跌倒犯罪时 他才应当有痛悔的灵 但是我们知道 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灵常在痛悔的情形中 虽然我们没有逐日犯罪 但是神却要我们时常痛悔 因为我们的肉体上是存在 无论何时 他都可以发动 这样的灵教我们不致失去警醒 我们应当时常不犯罪 却有时常犯罪的痛悔 神的同在乃是在这一种的灵中觉出来的 神不喜欢我们不时悔改一次 以为这已足了 他要我们活着时常痛悔 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在生活和行为上 稍有与圣灵举语的时候 历时觉得 历时忧伤 唯有如此 当人告诉你实在是错了的时候 你才会承认说我错了 这个痛悔是很需要的 因为信徒虽然已经与主联合为一灵了 然而 这并非说 他从金勇不会错误了 灵可以错误 塞2924 就是灵不错误的话 心思可以迷糊 不知如何执行灵的意思 这样痛悔的灵会叫信徒 立刻承认别人所看 他在小事上不向主的事 而不掩饰 神指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他不能救别人 因为他需要痛悔的灵来启示他的意思 闻过是非的人 断没有痛悔的灵 神也不能救他到完全的地位 我们需要一种能受圣灵和世人责备的灵 承认自己没有达到所应当达到的 这样我们就要看见神在日常生活中拯救我们 忧伤 神所要的计 就是忧伤的灵 诗五一十七 忧伤 在原文有战经的意思 有的信徒在犯罪之后 他的灵上是若无其事 自如的狠 康剑的灵在犯罪之后 如大卫一般必定是会发生忧伤的 乃是有忧伤之灵的人 易于复原归神 战经 我所看顾的 就是灵里痛悔 因我化而战经的人 塞662 痛悔 在原文是被打 所以 神所喜悦的 就是信徒的灵好像尝试被责打 而小心翼翼 敬畏神和他的话语 信徒的灵必须达到一个时常敬畏神的地位 自是自用的心 必须完全破碎 让神的话语做一切的引导者 信徒自己必须有这圣洁的尊敬 绝对的不信任自己 好像他的灵已经受责打 不敢抬头 唯以神的命令为主 刚硬的灵长是遵行神旨的阻碍 乃是因为十字架做了身功夫 叫信徒自知圣明 知道自己的理想 感觉 和欲望是何等的靠不住 所以他才不敢自视 在一切的事上 都是战战兢兢的 以为若非神的能力干预保守 就必定会失败 我们必定不应当在神的外面独立 我们的灵几时不战兢 他几时就有了独立 自是 的心了 乃是当我们自觉处在无依无靠的情形里 我们才会依靠 我们才会依靠神 战兢的灵会保守我们不失败 会叫我们实在的认识神 谦卑 灵理谦卑 与穷人来往 真十六十九 灵理谦逊的 必得尊荣 真二九二十三 我 也与心 谦卑的人同居 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 塞武七十五 谦卑并非小觑自己 谦卑乃是不看自己 信徒的灵异存有狂傲的态度 就是他跌倒的证据 谦卑不只是在神面前的 也是在人面前的 谦卑的灵乃是在与穷人来往看出来的 唯有谦卑的灵才能不清看神所造的任何等人 神的同在和尊荣 就是在灵理谦卑的人身上显明出来 一个谦卑的灵乃是一个受教的灵 受劝的灵 受解释的灵 多少信徒的灵乃是太高大的 以致除了教人之外 不能再受人教 多少信徒的灵乃是顽固不移的 以致难于受教 就是明知错误 也是固执己见的 多少信徒的灵乃是太刚硬的 以致不听别人解释误会 一个谦卑的灵才有容纳的度量 神需要一个谦卑的灵来表明他的美德 一个骄傲的灵怎会听见圣灵的声音 而与圣灵同工呢 灵里必须没有丝毫的骄傲 尝试柔软的 细嫩的 可屈可屈的 灵里一点的刚硬 都是不像主的 所以不能与主交通 灵要谦卑 长等候主 没有什么抵挡主 才会与主同行 贫穷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太五三 灵里贫穷就是以为自己是一无所有的 信徒的危险 就是他灵里的东西太多了 唯有灵里自知贫穷的人 才能谦卑 信徒的经历 长大 和进步 在许多的时候 都变成他灵里自贵的真品 以致失去他的贫穷 莫想自己所得着的 和注意自己所经历的 乃是最诡诈的危险 在许多的时候 为信徒所不及之的 什么是贫穷呢 贫穷就是没有 一位信徒若有了最高深的经历 而不时自念其经历 这经历就是他灵中的货物 做他的陷阱 虚空的灵才会叫信徒 在神里面失去自己 富足的灵就会叫信徒 以自己为中心 救恩的完全 就是要叫信徒脱离自己 除而归于神 信徒如果围着自己留下什么 他的灵就立刻要转向里面 而不能出外和和于神里面 温柔 温柔的灵 加六一 这是灵所当有的一个最要紧的情形 温柔是与刚硬顽固相反的 温柔的灵 是神所要求于我们的 不能迁就的灵 时常要失去神的引导 温柔的灵 就是在最短的期间里 射除几亿顺服神 温柔的灵 就是信徒在做工最发达的时候 能不必受神的预先通知 能一得着引导 就立即停止 像腓力在撒玛利亚蒙罩 旷野一般 温柔的灵 能在神的手里 随他转动 温柔的灵 不知道如何抵挡神 如何随从几亿 神需要这样顺服他的灵 来成功他的意思 对人这一方面 温柔的灵也并非更为不要的 温柔的灵 就是羔羊式的灵 就是十字架的灵 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比前二二十三 就是温柔的灵 温柔的灵 就是愿意受亏 虽然有能力可以报复 虽然有律法可以保护 也绝不肯用肉体的手臂 来为自己申冤 这就是受苦受害 而无伤无损于人的灵 他以公义自处 却不求公义于人 他充满了爱心和恩慈 所以能融化那些 还为他的人 火热 殷勤不可懒惰 要灵力火热 常常服侍主 罗十二十一 肉体可以在一时受刺激而热心 可以因有情感的作用而热心 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 绝不会长久 肉体可以在他最殷勤的时候 还是最懒惰的 因为他所殷勤的 不过那些合乎他心意的事 不过是情感帮助他这样做 对他所不喜悦的事 当他情感冷淡的时候 他就不能服侍主 不管殷勤 继续 慢慢的 一步一步与主同受劳苦的事 乃是肉体所做不来的 灵力火热乃是一件长久的事 唯有如此 才能常常服侍主 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属肉体的热心 应当让圣灵这样的充满了我们的灵 以致他能保守我们的灵火热 不至当情感冷落时 灵也随之而冷落 以致在主的工作上 也像有拉不动的情形 使徒在这里所说的 乃是一个命令 所以 这乃是我们更新的意志 所得以主张的事 我们应当运用意志 以拣选火热 我的灵要火热 不愿意冷淡 是我们所当说的 当我们的情感 最没有欣慰的时候 我们应当让我们灵的火热 来支配一切 不应当让冷淡的感觉 来胜过我们 时常专一的服侍主 就是火热的灵的表示 冷静 灵冷静的有聪明 真十七二十七 我们的灵应当火热 但我们的灵也应当冷静 火热是对殷勤不可懒惰 常常服侍主说的 冷静是对知识说的 如果我们的灵不冷静 我们就要常有太过的举动 仇敌的目的 就是常要促圣徒 走出常轨之外 叫他灵和圣灵失去了接触 我们时常有看见圣徒 当他的灵不冷静的时候 就改他原则的生活 变做情感的生活 灵和心思源是紧紧相连的 灵一不冷静 心思就要受刺激 心思一变火热 信徒许多的行为 就不能自主了 就要反常了 所以 保守灵冷静 乃是永远有益的 时常不理情感的兴奋 欲望的加增 思想的混乱 而退一步的 在冷静的灵中 考虑过一切的问题 就要保守我们的行径 常在主的道路的中间 当我们的灵受刺激时 我们若有所举动 恐怕那些都是违反神指的 我们应当因为认识自己 认识神 知道撒旦 也看透了万事 所以在灵中就有一种的镇定 为属魂信徒所始终没有的 圣灵应当充满信徒的灵 魂应当完全交在死地 好叫灵有说不出来的安静 无论魂或体 或环境有了什么变动 灵里面的镇定 总是不会失去的 好像海面的风波 无论如何澎湃 海底总是安静不动的一般 当信徒魂位与灵分开之前 若稍有偶遇的是 全人就立刻纷乱 或是慌忙 或是手足无措 或是心智遥移 这都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知识 即魂和灵没有分开的缘故 所以保守灵和魂的分开 就是保守灵冷静 这样 信徒就有一种不动心的经历 无论外面如何纷扰 总不能叫他失去 他在里面的镇静和平 真的 就是泰山崩于前 也是不能改变他的镇定的 这个 并不能用人的尽修而得的 乃是信徒依赖圣灵 启示他以一切事的真相 并管束他的魂 以至他不再能支配灵 这里的问题 就是意志管制的问题 我们的灵应当受我们意志的管制 火热是我们意志所要的 冷静也是我们意志所要的 我们必定不应当让我们灵的情况 出乎我们意志所能管制的 应当叫他在主的工作上热心 在做主公时又有冷静的态度 喜乐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路一四十七 信徒的灵对于自己应当取忧伤 是五一十七的态度 但是 同时他却当以神为乐 不是因喜乐才喜乐 也不是因自己有什么经历 工作 祝福 环境才喜乐 乃是因为神是他中心的缘故 实在说来 除了神以外 没有什么是可以叫信徒喜乐的 如果信徒的灵被挂虑 忧伤 愁苦所压住了 他的灵就要立刻失职而沉下来 失去他正当的地位 不能成就圣灵的引导 信徒的灵一被这些重担所压住 他就立刻失去他的轻快 自由 光明 叫他从升天的地位 又堕落下来了 如果忧伤的期间延长了 灵命所受的害处 就真是说不尽 在这样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救济 唯有以神为乐 以神之所以为神者为乐 以神之一切如何成功为我的救主为乐 信徒必定不可失去他阿利路亚的声调 不是胆怯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灵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灵 提后一期 胆怯并不是谦卑 谦卑乃是绝对忘记自己 忘记了自己的弱点和强处 胆怯乃是纪念自己的弱点 因而纪念了自己 世事退缩 畏首畏尾 并不是神所喜悦的 神要我们在一方面因着自己虚无的缘故而战精 在另一方面却因着他能力的缘故 而大胆尽前 大胆为主做见证 受苦 蒙羞 失去一切 以靠主 以他的爱心 智慧 能力 诚实 应许为可信 乃是主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在什么时候 看见自己对于为主做见证等事意有退缩 我们就应当知道自己的灵已经离开他所当有的情形了 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在无谓之中 刚强的灵 仁爱的灵 谨守的灵 都是我们所应当有的 我们的灵必须刚强 但是 却不应当刚强到不仁爱的地步 安静自约 不受刺激 也是要紧的 抵挡仇敌 我们的灵要刚强 对待世人 我们的灵要仁爱 持守自己 我们的灵要谨守 安静 只要以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 比前三四 这一句话虽然是对姊妹说的 但是 在灵性上 弟兄也是一样的需要这个教训 立志做安静人 铁前四章十一节 乃是每一位信徒的本分 现在信徒中的话语 真是太多了 有时 不言之语比有声之语还来得多 分乱的思想 消叠的话语 都足以叫我们的灵流荡 在意志管制之外 放灵 乃尝试叫人随从肉体而行的 当信徒的灵放的时候 最难保守自己不犯罪 一个错误的灵 尝试领到错误的行为 应当先有安静的灵 才会有安静的口 因为灵里所存的 必从口里发出来 我们应当时常谨慎 保守我们的灵安静 好叫当诸事纷纭的时候 我们还会单独安静 我们若要随从灵而行 就一个安静的灵 是不可缺少的 否则我们就要堕入罪恶 如果我们的灵是安静的 圣灵在灵里所发出的声音 我们就能听见 我们就能行神的旨意 我们就能明白 我们在纷乱中 所不能明白的 这样安静的灵 乃是信徒的装饰 以及信徒在外面 所当表显的 新鲜 灵的新样 罗七六 这是属灵生命和工作中 最要紧的一步 陈旧的灵不能感动人 最多只会以一种思想给人 就是如此 也是没有能力的 也不会叫人如何恳切的思想 陈旧的灵 只会发出陈旧的思想 活泼的生命 从来不会从陈旧的灵里流出来的 陈旧的灵所发出的一切 他的言语 教训 态度 思想 生活都是旧的 老的 从前所有的 也许许多的道理 只达到信徒的脑子里 在灵里面并没有根基 所以 在他教训的后面 就没有灵来摸别人的灵 也许有的道理 也曾一次被他经历过 但是 现在这个道理已经成了过去的了 成为一种纪念品 成为脑中所记忆的从灵转到心思来 有时 也许这思想是很新鲜的 是心从心思里得着的 但只因其不过是一个思想 尚未在生命里证实过 所以 听的人 接近他的人 就不觉得有新鲜的灵来摸他们 我们在许多的时候 曾看见有一种的基督徒 他们在主里面尝试有所心得的 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人面前 好像能够觉得他是心从主面前来的 好像他把你带到主面前一般 这就是新鲜 此外 都是陈旧的 他们好像时刻重新得力 如同鹰鸟一般 如同少年一般 他们所给人的 并不是脑子里枯涩 腐败 生虫的玛娜 乃是灵里炭火上的鱼饼 意思的高深奇妙 无论如何 总不会感动人如新鲜的灵一般 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灵新鲜 如果我们的灵不像是才在主里面 才受过主祝福的 我们的灵就不足以见人 无论是生活 思想 经历 如果已经变成过去的纪念了 就是陈旧的了 我们的一切必须是时刻 重新从主那里得来的方可 模仿别人 而无生命上的阅历的 原以非计 然而就是模仿自己已过的经历 也是没有功效的 这个叫我们知道 我又因复活着 约六五十七 的要紧 乃是当我们时刻 吸取腹的生命 以为我们的生命时 我们的灵才时常是新鲜的 不新鲜的灵 在工作上不能结果 在生命上不能随从灵而行 在征战不能得胜 陈旧的灵不能见人 因为他尚未见过神 灵若要没有一刻不新鲜 灵就应当没有一刻与神不接触 圣洁 要身体和灵都圣洁 灵前七三十四 除去身体和灵的污秽 灵后七一 我们若要随从灵而行 我们就当时常保守我们的灵圣洁 不圣洁的灵 会引人走错路 不正当的思想以论人 以拟悟 纪念人的罪恶 缺乏爱心 多言 苛刻的批评 自恃 不听人劝 极度弟兄 自高自大等等 都足以污秽灵 灵不圣洁 就不能新鲜 在我们追求属灵的生活中 我们切不可一刻小觑了罪 罪害了我们 比什么都多 虽然我们已经明白了如何脱离罪 如何随从灵而行 但是我们必须小心 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又回到旧日犯罪的地步 如果罪恶来了 随从灵而行就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们必须时刻警醒取死的态度 免得罪又胜过我们 进入了我们的灵 毒害了他 没有圣洁 没有人能看见主 强健 灵强健 路一八十 我们的灵是会逐渐长大 逐渐强健的 这是属灵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 多少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的灵不够强健 不足以支配我们的魂和体 特别当魂受刺激 身体软弱的时候 有时 当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 看见他们的灵有了重担 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灵是何等的没有能力 不能释放他们 有时在和仇敌征战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灵里的力量不够强健 不易与仇敌做长期间的摔跤 以至于得胜 在多少时候 我们真觉得自己的灵力不够 不足以支配一切 在生命和工作上 总有许多勉强的地方 我们何等的愿意 我们有更强健的灵呢 灵意强健起来 就要有极锐利的直觉和鉴别力 并且也能拒绝一切不是属乎灵的事物 有的信徒打算随着灵而行 但是他却不能 因为灵的力量不够来管制一切 并且反受别的管制 我们不能盼望圣灵来代替我们做一切的功 我们重生的灵必须与圣灵同工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我们的灵 尽我们所知道的来使用它 信徒若使用他的灵 他的灵就要逐渐强壮 灵就有能力去破除一切 阻挡圣灵的无论是顽固的意志 纷乱的思想 或奔驰的情感 圣经告诉我们说 灵是会受伤的 真十八十四 意思就是灵是会感伤的 会受伤的灵 必定是甚为软弱的 如果我们的灵是强壮的 就我们必定会经得魂的刺激 而不摇动 摩西的灵可算为很强壮了 但他不时常保守他的灵强壮 所以就被以色列人惹动了他的灵 诗衣空心圆六三十三 以致犯罪 如果我们的灵强壮 就无论在那样的光景中 不管身体如何受苦 情感如何难过 都可以借着主夸圣 里面的人所需要的力量 唯有圣灵能赐给我们 我们灵的力量 是从接受圣灵的能力而来 然而 灵自身也有经过训练的必要 当信徒学习如何随从灵而行之后 他就学习如何在工作时 使用灵的能力 而不利用天然的能力 他就知道 在生命上靠着灵的生命活着 而不倚靠属魂的生命 他就学习如何在征战上 使用灵的力量以抵挡 攻击 反对撒旦和他的邪灵 而不用他的魂力 这自然是有进步的 也是需要进步的 当信徒这样的随从灵而行时 他就更多得着圣灵的能力 同时也叫他自己的灵更强健 信徒应当保守他的灵 常在一个强健的情形中 千万不要让他失去能力 以至当需要来时 却不能应付 合一 一个灵 肥一二十七 我们已经看见过 一个属灵人的生活 如何是与别的信徒相联合的 在灵里的合一 乃是最紧要的 因为如果神借着圣灵 住在信徒的灵里 而与信完全联合 自然信徒的灵 就与别的信徒 有同样的合一 一位属灵人 不但和基督 在神里面和儿为一 并且乃是与住在 个人里面的神相联合 所以 如果信徒让魂的生命来做工 他就不能随从灵而行 一个信徒如果让他的思想 或感觉来支配他的灵 他的灵就不能和别的信徒合一 乃是当思想和感觉 俯伏在灵的管制之下 信徒才能不顾 或制止思想和感觉的不同意 而在灵里与神其他的儿女相和 信徒必须保守他自己的灵 在与所有的信徒 都是合一的光景中 不只是小团体 是有同样见解的人 才相联合 乃是与基督的全身体 我们的灵必须没有刚硬 没有苦毒 没有限制 完全公开 完全自由 才能够叫我们与人接近时 没有阻隔 充满恩典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在你们的灵里 加六十八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在你的灵里 门二十五 我们的灵需要时刻的保守 所以 主耶稣基督的恩是宝贵的 主恩常在我们的灵里 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这是一句祝福的话 这也是信徒的灵 所能得的最高点 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 常在主的恩中 被提的灵 除了上述灵的种种光景之外 我们还要时常保守我们的灵 在一种时常离开世界 升到天上的光景中 这个我们称之为被提的灵 这个被提的灵 是比升天的灵更深的 因为得着这个被提的灵的人 他不只是好像活在天上一般 乃是真被圣灵所领导来相信 仰望主的在灵 和他自己的被提 乃是当信徒的灵和基督的灵连 唯一灵时 他就在经历上做天上的国民 生活在世界上不过像客旅 寄居的一般 就在此后 圣灵要照他再向前走一步 叫他得着被提的灵 本来他的口号是进前 现在是上升 这个叫他的一切都向天而去 被提的灵 就是叫信徒先尝过 来是全能 来六五的灵 不一定说 每一个相信在灵道里的人 都有这个被提的灵 相信主在灵 传扬主在灵 就是祷告主在灵 也是没有大意思的 人可以有了这些 却没有被提的灵 不一定说 每一个成熟的信徒 都有这个灵 这乃是神的恩赐 有时是随着他的喜悦而给的 有时是因着信心的要求而赐的 这个被提的灵 就是信徒的灵 好像时常都是处在被提的地位 不只相信主的再来 并且相信自己的确实被提 不只相信一种的道理 乃是知道一件的事实 西面如何蒙着圣灵启示 以为他会在为死之先 看见神的基督 信徒也应当在灵中有确据 相信自己要在为死之前 就被提到主的面前 这样的信心 就是以诺的信心 自然我们并不是顽固的迷信 但是 如果我们是处在被提的期间中 我们就绝不可不满 有被提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要叫我们 更明白神在今世的作为 而得着天上的能力 来帮助我们的工作 信徒如果得着这被提的灵 换一句话说 他的灵如果是处在被提的情形中 我们就要看见他更要属天 现在他归天的道路 并不像从前以为是要经过死的 在许多的时候 当一位信徒正在做灵工的时候 他有许多的盼望和计划 他充满了圣灵 智慧和能力 他相信 也仰望神要大大的用他 好像他工作的效力 要在不久的时候 就充满了果子 但是就是在这样发达的光景中 神的制动积压下来了 以为他应当收束一切的工作 预备好走另外一条路 这是令人惊奇的 为什么呢 我的能力岂不是为助做工吗 我所得奇妙的知识 岂不是要用以助人吗 为什么都是关闭的 死冷的呢 但是就在这样的引导中间 信徒知道了神的目的 乃是要他一道而行 从前是进钱 现在是上升 不是说没有工作 不过这工作 乃是天天可以结束的 在别的时候 神也曾利用环境逼迫 反对 抢夺等教信徒知道 神要叫他们有被提的灵 而不以为世界的工作 是要逐渐进步的 主现在要改变他儿女的成途 神许多的儿女因为不知道 在最好的进步工作之外 还有更好的 就是上升 这个被提的灵 并不是没有结果的 当信徒尚未得着这灵之前 他的经历必定是不时改变的 如果信徒在灵里 有了这被提的见证 并且对于自己的被提 也有了坚固的信心 此外 又在生命和工作中 保守与这被提的灵 相称的行为 就是这个灵要叫信徒预备好 以等候主的降临 这样的预备 不止指关于外面的事物的更正 并且 要叫信徒的灵 魂 体 完全预备好 以迎接主 所以 信徒应当祈求圣灵 指示他已得着 并保守这被提的灵的法子 信徒应当祈求 仰望 相信 并愿意除去一切的阻碍 以得着这被提的灵 应当将生命和工作时常规正于被提的灵 好叫我们知道在那里失败了 有时如果失去这灵 就应当知道何时失去 如何可以恢复 应当祈祷 以知道世上诸事如何与我们的灵命有关 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得胜 信徒一次地着这个被提的灵之后 是很容易又失去的 这多半是因为他不知道在这一层的生命中 应当有什么特别的祷告和工作 才会保守他在这天上的地位 而有最明晰的眼光 所以 应当祈求圣灵教训我们如何时常保守在这一种的灵中 这样祷告的结局 信徒多是被引导来思念上面的事 C32 这是保守的一个条件 信徒既是站立在天堂的门口 在每一分钟都有被提的可能 他就应当拣选天上的白衣和工作 因为不一定下一分钟他就要被照上升 这样的盼望 应当叫我们与地上的事隔绝 而与天上的联络 虽然神现在是要信徒专心仰望上升 然而 这并不是说 他只要管自己提接的事 而忘记了神所分派他在地上当作的默不公复 而不顾众人的需要 不过神乃是要他 不要让神所赐给他的工作 来拦阻他的被提 他应当在生活和工作中 常看见天空犀利比地心犀利更为有利 信徒应当学习不止为这主的工作活着 乃是为这主的提接活着 愿意我们的灵天天高举起来 仰望主再临 愿意属世的事物这样的没有能力 以致我们不止不愿意属世 并且就在世也是不喜欢的 愿意我们的灵是每日向天高升的 以致要求早日与主同在 愿意我们这样专心思念天上的事 以致没有世上最好的工作 会分我们的心 愿意今后 真在灵中 悟性中 肯切祈求说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